大马路上明明是绿灯 但前车没走 驾驶按了一声喇叭 前方驾驶突然打开车门 接着从车内拿出了不明物品 开始恐吓 仔细看 男子拿的不是凶器 而是冲天炮 一瞬间天雨散花 大马路上放起了冲天炮 地点就在南港路上 旁边就是加油站 男子公然放鞭炮 吓坏民众 警方获报以车追人 在信义区一处停车场 逮到他们 本分局郁城派出所接获 民众于脸书社团表示 于6月29日晚间 在南港路二段路口停等红绿灯时 遇前方自小客车 于号制灯转换绿灯后 迟迟不肯开车 所以对其民暗喇叭提醒 未料该车飞弹不往前行驶 反而从驾驶座下来一名男子 对其叫嚣 随后并从车上拿出冲天炮燃犯 完全无视加油站 尽在咫尺 可能造成周遭车辆及路人之危险 此举以涉嫌违反 刑法公共危险罪 本分局立即启动调查 经警方追查 火速锁定涉案男子身份 看到警方来了 副驾驶座的男子 立刻把一包东西往窗外丢 远警把东西捡了起来 确认是毒品 安非他命 确认该男驾驶 即为燃放鞭炮之嫌疑人 并于过程中 发现副驾驶座之王姓友人 动作诡异 朝车窗外丢出一包 装有不明粉末汁信封袋 经检验为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当场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将副驾驶座持毒男子逮捕 另该涉嫌公共危险罪之 迈性犯险 一并带回制作笔录 全案调查后 已请台湾士林地方检查署征放 放鞭炮驾驶 事后被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 他公称不满被按喇叭 才会异想天开放鞭炮 恐吓对方 没想到会引来警方追气 连带害到朋友 毒品一起被查到 记者黄少民台北报道